我們昨天是不是在談這個原理 你看我這邊 我這邊問我講這個疊加原理 喔有啊 有 好 問第一個問題 欸 疊加是什麼意思 這感覺很專業啊 啊那個疊加原理 這個疊加是什麼意思 疊加不要想太多啊 就是函數怎麼樣 想加嘛 對不對 你就這樣寫 寫上去咩 就是兩個函數相加 或者是更多的函數相加 然後去創造出一個新的函數嘛 那我們現在呢 現在可以買到這個東西喔 請你寫上去 欸 拜託你 寫上去 等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呢 它會深遠的影響到你未來的某個階段的學習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要能夠 先跟同學說明清楚 來 你看 Fs 喔叫做 As 三次方 加上什麼東西呢 Px 這邊要先跟同學講一件事情喔 這裡的 A 跟 P 都不可以自理 都不可以自理 這樣可以嗎 好 都不可以自理的話 請你看到這邊喔 我現在要討論的第一個情況叫做 Ap 怎麼樣 同號 好 問題來了 第一個 請問你什麼叫 Ap 同號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A 跟 P 的符號相同 是什麼意思呢 欸 翻譯一下 講人話 快點 A P 同號是什麼意思 兩個都是正 要不然就是兩個都是負 然後這樣可以嗎 所以 Ap 同號 來 我們寫一下 它有兩種情況喔 黑修 來 第一種情況就是 A 怎麼樣 大於零 而且 P 怎麼樣 大於零 這種叫同號 對不對 同號嘛 符號相同 然後第二個 情況叫什麼 兩個都是負的啊 A 小於零 P也小於零 這樣好不好 先把這搞清楚 先把這搞清楚 好 所以現在呢 可以你看囉 這個 F 的 X 它可以看乘次 拿兩個函數相加 你告訴我 可以看乘次誰 哎呀 這個 AS 三次方 我可以給它一個名字啊 叫做誰 叫做 G 嘛 對不對 G 的 X 然後請問你 這個 P 的 X 給它另外一個函數的名字 叫做誰 叫做 H 的 X 這樣可以嗎 然後同學 這兩個函數加起來 是不是就會變成這個 F 的 X 知道我在說什麼對不對 那現在我要畫圖喔 欸 仔細聽 仔細聽 這個東西喔 這個影響深遠啊 現在拿出你的詞 來 我需要畫圖 然後準備好不同顏色的筆 我不要你的圖整個糊在一起 我不要你的圖整個那樣 哪這會 然後分不清楚誰是誰這樣 我現在黑板上要畫的是 這兩種情況裡面的其中一種 我來畫哪一種呢 我來畫這一種 A 大於 0 而且 P 大於 0 的情況 這樣好嗎 我現在畫的是這一種 那下面這一種就 你就自己來吧 好 我就做一種就好 不要兩種 兩種我們沒有時間 來 同學那我現在問你喔 我先來畫這個 G G of S 叫 AS 三次方 A如果大於 0 你告訴我 它的圖形長什麼樣 它的圖形長什麼樣 它的圖形是長 欸 是長 這樣啊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秒點喔 然後怎麼樣 這樣 來 我在命 嗯 差不多 來 這個叫 G of X 欸 我給你喔 這叫 G喔 對吧 G of X 叫 AS 三次方 A如果是正的 它圖形是長這樣 欸欸欸欸 這樣上去喔 對吧 這可以喔 A如果是正的 好 那我們來看喔 H of X 叫做 P X 這個 P 請問你代表 這是 這是一條線對不對 Y 等於 P X 它通過圓點 請問那個 P 代表這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S 前面那個東西是這條線的什麼 那個叫什麼 斜律啦 靠優 Y 等於 P X嘛 對不對 那個 P S 前面那個數字 P 代表斜律喔 現在 P 是正的 所以這條直線是什麼直線 是上升的直線 這樣好不好 來 所以你現在跟著我一起畫 這一條直線是一個 上升的直線 好 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好 比如說這樣子 來 我等你 來 把這條線畫出來 這一個藍色的叫做誰 叫做 H 好 回來一次 好 用不同顏色筆來畫 拜託了拜託了 我求求你 這樣可以嗎 快點喔 我等你喔 好 我會慢慢教啦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這個我們當老師也是很亮的 就是你知道就是 教得快喔 隨便教一教 趕進度把它教完 其實也可以對不對 但是同學可能就 他能夠學得很好這樣 阿教得慢又怕說 會不會教不完這樣 所以有時候很亮 好 來 可以 我問你喔 我現在用紅色的粉筆阿 紅色的粉筆 來畫這個F的圖形 F它的圖形是G的圖形跟H的圖形 這個凡數的凡數值加起來 就會得到它的凡數值 那我現在要你觀察這個圖形喔 請問你喔 在圓點這個地方阿 我這個F的F 它所對應的那個點的位置在哪裡 是不是還是在這裡 因為你這個G 這個G是什麼顏色的 這個G是黃色的 這個H是藍色的對不對 藍色的這個凡數值是不是0 黃色的凡數值也是0 0加0是多少 還是0阿 所以這個點在這裡 來你幫我把它標出來 我現在秒點給你看喔 快點快點快點 把它標出來 對吧 0加0還是0阿 沒有問題 好那接下來請同學看我這邊 如果現在呢 欸 如果在這裡 這裡這裡 來你告訴我一件事情 如果在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藍色的阿 這一條線阿 對不對 這一條線對不對 好 它的凡數值有多高 嗯 這麼高 是正的喔 對不對 正這麼多 然後請問你 這個黃色的是多少 是正的對不對 正這麼多 那現在請問你 如果你把它兩個加起來 兩個把它疊加起來 請問你喔 加起來那個高度會多高 欸 都是正的嘛 正的加正的一定會變得更正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正的這個是正的 把它加起來應該會是在 應該會是在這個地方 來這個點在這裡 欸你知道這個點是怎麼畫出來的嗎 這個點就是把這兩個高度對不對 把它的凡數值加起來 會變成這個東西 知道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合成啊不是合成 我把它定在這裡的話 這個時候 我藍色的這一條線 這一個一次凡數 它的凡數值 是不是這麼多 是正的喔 對吧 是不是正的 然後我再問你 黃色的呢 黃色的也是正的喔 這個曲線也是正的 所以你把它兩個加起來會怎麼樣 會疊上去喔 正的加正的嘛 對不對 疊上去 疊上去應該是在這裡 好 會是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我已經描三個點了 其實我覺得描三個點 你大概已經抓到那個感覺 來 同學你跟著我一起畫 你知道 當你把這邊的無線多個點喔 這樣一個一個疊加起來 你猜它最後的圖形會長得像什麼樣子 會長得像這個樣子喔 嗚嗚嗚 這樣上去 來 我等你 來 你先把這個圖畫出來 它的感覺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 會這樣 另外一邊會這樣 為什麼另外一邊會這樣啊 來 陶貝你看我這邊喔 如果今天我把我的位置定在這裡的話 來你告訴我 這個含數值是不是負的 對不對 是不是負的 然後 這個地方 來求你這一段黃色的 是不是也是負的 對吧 你把X丟進去 產生的Y是不是也是負的 負的加負的 只會更怎麼樣 哇 突然沒有人要理我 負的加負的會更負對不對 所以這是往下 往下再往下 是不是更下 這是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當你瞄了很多點之後 你會發現 哇 這個瞄出來的曲線喔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簡單來說 同學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喔 當這個A跟P都是正的的時候 你把這個黃色的曲線 跟這個藍色的曲線喔 把它疊在一起之後 你會變成這條紅色的曲線 我給你30秒 你把這個圖畫漂亮一點 把它畫出來 我等你 對 我等你 我需要你畫這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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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畫一下齁 沒關係慢慢來 因為這種東西 唉 如果說隨便叫過去 那到時候高山要用 你還是覺得 唉 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那我們觀察這個圖形喔 要來講幾件事情 來 第一件事情 你把它寫上去 請問你 這一個紅色的圖形啊 經過他們疊合之後的圖形 跟A軸有幾個焦點 你看怎麼回答我 幾個焦點 一個焦點 對不對 Fx Y等於Fx 不然我們這張寫好了 F的圖形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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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注意到的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呢 我需要來問一下 同學你怎麼知道只會有一個焦點呢 這很容易解釋 來 所有人看我這邊 這一個黃色的圖形對不對 你看喔 它是不是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樣右上升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喔 把這個藍色的圖形把它加進去之後 同學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紅色其實是這個藍色跟黃色去怎麼樣 去疊合在一起對不對 去疊合 在這個Y軸的右側 我們現在看Y軸的右側 在Y軸的右側 解問你這個藍色是不是都是正的 紅色 那個黃色是不是也都是正的 那解問你正的加正的它只會更正 你懂這個感覺嗎 你知道我再講一次 如果在這個Y軸的右側 藍色是正的 正啦 黃色也是正的 正嘛 對不對 正的加正的一定會更正 所以這個圖形會整的怎麼樣 會跑得更上面對不對 就感覺說這個黃色的曲線 加上這個藍色的這個圖形的力量 把它整個往上提升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圖形 跟XO只有一個焦點 是很理所當的 因為它這個圖形是往這邊 往這邊偏嘛 所以你跟XO只有一個焦點 是很合理的 對不對 只有一個焦點 因為你這個黃色的本來就只有一個焦點啦 那你把這個黃色的 再把它往上怎麼樣 再把它往上拉的感覺 對不對 那這個方向來你看 如果是在Y軸的左側 這是負的喔 這是負的 請問你 負的加負的只會更怎麼樣 更負 更負就更下面嘛 對不對 這個更正就是更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是不是變得瘦瘦長長的這樣對不對 所以它跟XO只有一個焦點 理所當啦 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 對不對 高一的小朋友都能夠接收 好 這是我們要講的第一件事情喔 好 行不行 然後再來 第二個重點 在原點 附近的行為 好 誰 來 F of X 對不起 漏掉這個東西 在原點附近的行為 是由誰來主導 哎呀 這個東西我希望同學等一下可以告訴我 答案是多少 來 我等你喔 好 我等你 快點 好 我把這兩個重點擠上去喔 這一個函數 這一個紅色的喔 這一個紅色的喔 這一個紅色的 這一個紅色的 經過疊合之後的這個曲線 它在原點附近的行為 它在原點附近的行為 就是它在原點附近的長相 到底是誰的影響比較大 是誰在影響它 到底是黃色的影響大 還是藍色的影響大 我問你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是要很有感覺 到底是它在原點附近喔 就是我現在只考慮它在原點的附近喔 你不能離原點太遠喔 你只能考慮在原點的附近 在原點的附近 這個很小的範圍裡面 到底是藍色這條線對黃色的影響大 還是黃色這條曲線對紅色的影響大 請問是藍色還是紅還是黃色呢 我對不起 我有點色嘛 到底是什麼色 是藍色 你說老師為什麼是藍色 因為這種三次橫數喔 它在靠近原點的時候 它的圖形怎麼樣 很接近的S軸 很接近的S軸 所以你說老師它不是正的嗎 對 但是它只有一咪咪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這個藍色的影響比較大 在原點附近的行為由誰來主導 由PS來主導 把它寫上去 由PS主導 來 寫完了 這是四種情況裡面的其中兩種 哇 講這個東西就花了我十幾分鐘 好 來 接下來放到194頁 我們不能跟它糾纏太久 我們接下來還有一些進度要講 關到194頁 這裡有隨堂練習 隨堂練習這個題目蠻重要的 這個題目給它三個讚 這個以前考試都很常考 這種題目 它給你兩個東西 一個叫y 一個叫y等於2s3次方 再加上x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y等於負的2分之1 x的3次方 -x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右邊點你它的圖 然後它等一下要你去判斷 哪一個圖是對應到哪一個函數 我等一下教你 你等我一下 我先把這個圖畫一下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 我畫一個大概 大概是這樣 它有一個是黑色的 好像是這樣